墨水的公司改賣快篩 鬧出了假快篩的風暴 國民黨團也在爆料 有資本額50萬的直銷公司 竟然也轉行賣快篩 還在短短的10天之內 就拿到衛福部的EUA 而藍軍更炮轟 黑心快篩會要人命 政府審核見之亂搞 在小市店快篩傳奇後 國民黨又踢爆 一家名為白千層的公司 原本只是資本額 只有50萬做直銷的 沒想到卻突然增列醫療項目 還申請通過EUA後 搖身一變 增資成430萬的公司賣快篩 另一家的社區小小藥局 也變身成醫財公司 兩家公司都在短時間內拿到EUA 它底下寫的是 美國FDA批准 根本沒有完全是造假的廣告 一樣又是藏身民宅 資本額只有50萬 書面審查 還是審查書面背後 它的人脈 列出石藥署通過的快篩清單一看 高端副總牆下EUA 拿到高達45億的唾液快篩訂單 而高端從小市店轉賣快篩 牆下政府16.5億的標案 賣動物用藥的也賣快篩 標案一拿就是3.8億 甚至倒閉的遊戲公司也賣快篩 前身賣墨水夾的大星 靠著50萬的資本額 用黑心快篩賺取上一暴力 石藥署的審查標準到底在哪裡 35家裡面就有8家 我要問問衛部 你真是亂搞 石藥署應該是嚴格把關吧 要不然為什麼只有10%過了 真的是綠有有或是有關係的人 才有辦法拿到 過去做直銷搞遊戲 甚至主面的搖身一遍 都變成快篩大亨 網友嘲諷難道就像石神說的 只要有心人人都能賣快篩 這是勵志的故事嗎 但更可惡的是你賺錢就算了 賣黑心快篩卻會咬人命 政府造就罕見的快篩經濟奇蹟 當200萬劑黑心快篩流入市面 大觀卻兩手一攤 不知把百姓的命放在哪裡 記者黃英俊 徐國豪 SNG小組 台北報導